两主文化是中国新时期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现象 主要分布在金浙江省杭州市西南部的两主地区 顾名 这种文化的主要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主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两主文化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这种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 当时杭州湾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 随着气候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 该地区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两主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新时期时代晚期的文化 始于公元前5300年左右 结束于公元前4300年左右 这种文化的起源尚未完全确定 但目前的学术研究认为 两主文化的起源可能与长江流域原始部落农业社会的形成有关 根据考古人员的发掘和研究 两主文化最早出现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南两主古城遗址附近 顾名两主文化 两主文化时期 人们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造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如青铜器 玉器 陶器 石器 背器等 同时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文字系统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 一般来说 两主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气候环境 地理条件 人类活动等 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议和不确定性 但对两主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两主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公元前3300年前后 两主文化正式形成 文化主要分为早 中 晚三个阶段 其中晚期文化达到鼎盛 两主文化的发展受到气候 环境 社会 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两主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 它的演变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两主文化初期 又称两主文化前期 这一阶段 两主文化的面积比较小 主要分布在浙江 江苏 安徽等地 以两主遗址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形态以部落为主 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 第二阶段为两主文化中期 这一阶段 两主文化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 文化内部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方面 人们开始使用农具和灌改工具 提高了耕作效率 在手工艺品方面 人们制作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 玉器 陶器 石器等 在社会形态上也开始出现阶级分化 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第三阶段为两主文化晚期 这一阶段 两主文化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 文化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方面 人们开始广泛使用铲 锄 锂等农具 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在手工艺品方面 人们不仅生产出更加精美的青铜器 玉器 陶器 石器等 而且开始生产出更加复杂的器物 如水龙头 石柱牛车等 随着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贵族阶级的权力和特权逐渐加强 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的来说 两主文化的演变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 从原始部落向农业社会 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 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先民在农业生产 手工业 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两主文化的社会特征 两主文化社会表现在人口增长 城市化 手工业和农业发展等方面 这种文化的人口规模在逐渐增加 城市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手工业发达 陶器 编织等手工业产品 在当时得到广泛应用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种植技术逐步提高 农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大 两主文化还表现出高度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 其代表是两主王朝的建立和管理 两主文化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发达的古代文化 具有明显的社会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镇化 两主文化中心地带有许多大城镇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功能不断强化 同时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合作 农民生产农作物 城市进行商品交换和手工业生产 社会分工 在两主文化中 社会分工十分明显 城内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者 如陶工 玉工 骨工等 也有专门负责商品交换的商人 财富积累 两主文化中心区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玉器 陶器等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的制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说明当时有一定的财富积累 政治集权 两主文化中心区的城镇等级差别明显 最大的城镇被认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 政治权力逐渐集中于此 祭祀活动 两主文化中心区有许多祭祀场所和祭祀用具 如玉丛 青铜器 石骨等 这些祭祀活动的举行 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宗教信仰 两主文化的经济特征 两主文化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文明古国 其经济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 两主文化区土地肥沃 水源丰富 适宜农业生产 人们主要种植水稻 小麦 大豆 黄豆等农作物 也饲养 猪 牛 羊等牲畜 手工业生产 两主文化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手工业生产 制作陶 玉 骨 石等手工艺品 并开始用青铜器代替石器 青铜器生产也成为当时的重要产业 商品交流 两主文化中心地带的城市 已发展成为商品交易中心 人们通过农产品 手工艺品 贵金属等商品的交换进行贸易 货币流通 两主文化中出现了大量形状各异的珍贵物品 如铜被 玉盘 玉丛等 这些物品可能已经开始具有货币功能 远距离贸易 两主文化中心区玉器 贵金属等资源较为稀缺 人们需要进行远距离贸易 在出土文物中 步伐来自其他地区的物品 如四川的青铜器 贵州的象牙等 都表明当时的贸易往来相当发达 两主文化的文化特征 两主文化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 文字 艺术和宗教方面 这种文化的语言和文字尚未完全破译 但在玉器上雕刻的一些符号和图案已被发现 两主文化的艺术表现在玉器 陶器 石器等产品上 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主文化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 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 如日月水路 两主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都市文明之一 其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规模 两主文化时期 城市规模已达到相当水平 两主遗址的发现 说明当时的城池规模非常大 城墙周长达到近十公里 社会等级 在两主文化中 社会等级已经开始显现 墓葬中的陪葬品 墓主墓葬的大小 无一不表明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差异 文字系统 两主文化时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之一 这种文字系统是用符号来表示事物的 由于还没有被破译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种文字的确切含义 宗教信仰 两主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宗教信仰 如对祖先的崇拜 对天地自然的敬畏 在出土文物中 有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器物 如祭祀用的青铜器 玉器等 艺术表现形式 两主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主要有青铜器 玉器 陶器等 这些文物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社会制度 两主文化时期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制度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 城市中出现了行政中心 商业中心 宗教中心等不同的功能区 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比较稳定的 两主文化的影响 两主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两主文化几个方面的影响 文字系统 两主文化中出现的文字系统 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之一 对后来中国文字系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两主文字是甲骨文的前身 它的出现使汉字从符号变成了象形文字 社会制度 两主文化时期 中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市 城市制度和社会制度日趋完善 这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 两主文化时期出现了农业 手工业 商业等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教信仰 两主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宗教信仰 如对祖先的崇拜 对天地自然的敬畏 这些信仰对后来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艺术文化 两主文化的艺术形式有青铜器 玉器 陶器等 这些艺术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记忆水平 对后来的中国艺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 两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历史 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 文化和历史的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 两主文化的含义 两主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主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和宗教等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 两主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次 对两主文化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 管理和文化传承方式 进一步拓宽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认识 此外 两主文化的发现 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和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最后 两主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和传承两主文化 既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总之 两主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同时 保护和传承两主文化 也是对中华文化传统和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 总结 两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历史 文化和科学价值 两主文化中出现的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对后来中国文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 两主文化的出现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 两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主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对后世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两主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主文化中出现的许多文物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两主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出现不仅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也促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 作者的观点 总之 两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历史 文化和科学价值 它的发现和研究 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世界文化研究和人类文明发展 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